夜席换阁员,江葵被轰出爆 马英九总统热爱运动,看起来蛮阳光的 但马政府做事,怎么老爱在半夜搞偷袭呢? 行政院长江一化,要撤换内政部长李洪源 阻止重大的内阁更替,又是拖到前天深夜 透过正月幕僚脸书证实 蓝绿立委都认为太粗暴,不尊重格员 民众也批评莫名其妙,嘲讽一天到晚走旁门左道 马政府的夜席攻势,其来有致 去年一月底,马政府撤换行政院长陈冲 就选在深夜发布新闻稿 五月邮电双长引爆民怨 也是选在深夜宣布政策急转弯 前年林一式涉滩,总统府也是搞到深夜 才发新闻稿 江一化,院长也适应了这样的夜生活 昨天晚上发动夜市 学者批评,马政府已被大家骂到慌 只能找大家没有讲话余地的时间与场合 宣布这些事情 有民众说,什么都按地理来 起床后才惊觉什么都变了 会不会有天醒来,总统也换人了 这次内阁人事大地震 除了一直传言与江奎不合的李鸿源下台 由新政院秘书长陈维仁接任 环保书长沈士红,政务委员薛奇也无预警招策换 分别由魏国宴,邓正宗接任 新挂牌的科技部由政务委员张善正职长 政务委员宜缺由蒋炳黄接任 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出任政院秘书长 党政人士指出,这次改组可见江奎强势性格 马将已开始部署选举内阁 苹果昨天民调,近六成受访者认为 改组时间冲促,政治斗争意味浓 动新闻 报导